Hello,大家好,我是Yan 防御期间,依然要提醒大家 记得尽量不出门 请洗手还有保持运动 经常会有家长带着他们的小孩 来到这里给我们评估 因为他们的小孩跑步的时候经常会跌倒 还有走路的时候姿势也很奇怪 他们觉得 something is not right 但他们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来矫正 所以来向我们求助 那么经过我们的评估过后 就发现其实大多数的小孩 他们的下半身或者是双脚的发育 有一点异常都是跟他们至少都习惯了 以W型的坐姿来坐下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课题 就是W型的坐姿 OK,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 为什么小孩那么喜欢W型的坐姿呢 首先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是感觉会爬或者走路的小孩 所以他们会爬爬爬爬到累了 他们就蹲下来 蹲累了就顺道的坐下来 当他们坐下来以后呢 就觉得这个姿势很像感觉很舒服哦 因为它的底部面积很宽 而且坐下来的时候 其实你的盆骨 你的胆股已经是fixed在那边了 所以你的Core Muscle 核心的肌群 还有你的Back Muscle 其实不需要太多用力来支撑你的身形 OK 所以当小孩子在这个姿势的时候 他们就会发现 这个姿势其实比较省力 而且又比较稳 瘦小而久之 这种W型的姿势呢 就会变成了他们比较喜欢的姿势了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呢 这种W型的姿势 会随着小孩子的年龄越来越大 当他们的核心肌群 也就是Core Muscle 以及他们的下肢的Muscle 越来越有力之后 能够自身的重量之后呢 便会渐渐的消失了 那么如果在年纪比较大的孩童 身上比如说5岁以上的孩童 你依然可以看到他们 在使用着这种W型的坐姿呢 那可能是因为他们的Muscle 因为长久的习惯 已经开始变得不够力 支撑本身的重量 所以导致到他们会开始依赖起 这种W型的坐姿 久而久之呢 这就会影响到他们骨头的发育 接下来就是家长们都很关心的问题 究竟W型坐姿 对我的孩子的成长与发育 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 它会造成内巴腿 那是因为呢 当小孩是坐在一个W型的坐姿的时候 其实他的大腿骨将会内旋 往内旋转 小腿骨膝盖骨也会往内旋转 有一些小孩呢 甚至他们的脚踝也会往内旋转 OK 那么当他们的骨头与Muscle 已经习惯了这种alignment之后 当他们走起路来的时候呢 也会看起来像鸭子一样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内巴腿 第二就是它会造成挪背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是以W型的坐姿坐下的话 其实我们的盆骨 我们的Powlix是很严重的往后倾的 OK 那当我们的盆骨往后倾的时候呢 我们的脊椎很自然的 就没有办法很灵活的在动 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很喜欢这个动作 OK 那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我们的背后的Mustle 我们的背后的肌群 其实没有办法很好的在运作 在做工 甚至我们的核心肌群也没有在做工 所以久而久之呢 就会造成我们所说的挖背 相反的 如果我们是在一个比较正确的姿势 坐下来 比如说这种盘腿的姿势 或者是位置 OK 位置也好 我们的Powlix 我们的盆骨 可以很轻松的移动 而我们的脊椎骨呢 也能很好的伸展 一弯区 OK 这种姿势呢 能让小孩子形成良好的坐姿 而且他的背后的Mustle 他的核心肌群 Everything is working 都有在做工 第三就是 他会影响我们小孩子的平衡力 那是因为呢 像刚才所说的 当他们在一个W型坐姿的情况下坐着 其实他们身上的表面是很大的 很舒服的 他们比较不会想要去从两侧去平衡自己 或者是转他们的脊椎来拿旁边的东西 这间接呢 就会导致到他们的核心肌群啊 他们的背后的Mustle 或者是他们的平衡力 还是自体协调的训练呢 都会比同龄人更少 929这会影响到他们的平衡 OK 接下来就咱们都很关心的问题来了 如果我的小孩现在就有这W型腿 我该怎么办呢 怎么矫正呢 那么首先呢 你需要教他们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坐姿 那么正确的坐姿呢 首先可以是盘腿 或者是半盘腿 这样子也酸 或者是跪着也可以 那么当然 你不能一下子就把它们摆在这种姿势 可能他们会不习惯 会不习惯 甚至会很反抗 所以呢 你可以趁他们在玩着玩去的时候 把他们的脚摆过来 OK 可能呢 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背后很酸 所以你甚至可以在背后放一个包枕 或者是给他们套在sofa 那么他们的背后会有一个支撑 OK 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也可以给他们坐着 背后趴着墙皮 OK 双脚伸直 然后可以看书啊什么的 这个姿势呢 可以同时伸展他们的腿后肌 也就是他们的Handspin Muscle OK 如果小孩这两种姿势 因为他们都不喜欢 都很抗拒的话 那么比不得已 你也只能给他们先从 坐着一个比较适合的椅子上面开始 就是一个有以备的比较适合的椅子 OK 如果你的小孩的接受度比较高的话呢 你这次可以给他坐在 像这样子的东西上 OK 一个比较软的垫上 蚊腿 这边可以放一个桌子 给他们玩耍 这时候他们觉得很好玩 可以摇来摇去的 同时可以修练他们的Mustle 他们也会忘记了 我的姿势是盘腿 当然呢 还有一些小游戏 是你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玩 一起坐 同时也可以训练他们 那些因为W型坐姿 而变落的肌群 比如说核心啊 脚啊 大腿小腿啊 以及屁股的肌肉 OK 第一种游戏呢 这样子 双脚并龙 手撑旁边 然后脚用力 屁股用力 这样 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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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可以训练到很多核心的肌肉 以及双脚的肌肉 还有另外一种呢 就是 可以大家一起盘腿 OK 这个是屁股的赛跑 OK 所以也是抓在旁边 然后就是 家长们可以跟小孩子们一起比赛 这会更好玩哦 接下来 我相信家长们最好奇的是 到底要到什么程度 什么样的状态 我才能够知道事态严重了 不对了 我需要带我的孩子去看医生 或者是物理治疗师了 那就是呢 当你的孩子已经是5岁以上了 可是他还是只有一种坐姿 就是W型的坐姿 而当你把他摆在其他的坐姿 比如说盘腿啊 还是跪着啊 他会不喜欢 甚至会投诉说很痛 那么你需要注意的 还有就是 当你的孩子 比同龄和小朋友们呢 更加没有办法 连活地跑啊 跟跳啊 还有他们会很容易累 他们的肌肉耐力不足 或者是当他们走路的时候呢 呈现出畸形的感觉 可能一拐一拐啊之类的 那你可能就需要带他 咨询专业的意见了 好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们影片的支持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 或者是想询问的话呢 可以PM我们 Message我们 甚至是call过来都可以 我们在Facebook Instagram 和YouTube 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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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 啊 hab 哎雞鞋 小鞋跳 哈哈哈哈 厉害 küç 啊 哈哈 尖 哇 在看幹什麼 大家 我 不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